對啊,我們先... OK 喔,擋到我的臉了 OK 好,嗨,大家好 等一下齁 我們先準備一下器材 今天內容滿精彩的 今天要講很多髮壓的東西齁 對,因為如果大家那個... 可能大家很久沒有玩髮壓了吧 對,應該已經遺忘髮壓一陣子了 對啊,其實大家平常可能... 在咖啡店裡面比較少看到髮壓 哈囉,大家晚上好 嗨 我是Elsa 我是學長 學長 我先準備一下東西齁 對,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非常經典 非常經典的法式綠鴨斧 那今天其實滿好玩的 會有兩個牌子不同的綠鴨斧 一個是北歐品牌的就是Boden 然後學長帶來的是日本HERIAL的也是一款髮壓壺 那我們兩個會做不同的充足法 然後會PK 嗨,好好好,嗨,大家晚上好 好,那然後還有什麼 然後我們還會推薦 嗨,你們好 還會推薦用髮壓壺出杯單品的咖啡館 對,那其實髮壓壺它真的是一個非常經典的充泡器材 它最一開始是充泡茶葉的 那它其實 好,跟大家閒聊一下那個髮壓壺歷史好了 你知道髮壓壺是哪一國人發明的嗎? 真的不知道耶 不知道吧 有沒有人要猜一下 呵呵呵 法式綠鴨斧它其實是德國人發明的 但是為什麼叫髮壓壺 對啊,好奇怪喔 對,因為它發壓壺是因為它是從法國開始流行起來的 所以從之後大家就簡稱它是French Press 法式綠鴨斧 所以聽起來就是好像 因為你知道有法式這種名字感覺就蠻 有點浪漫 蠻優雅,蠻浪漫的這樣子 那其實我第一次用發壓壺就是在我 在那個咖啡館打工的時候 那個咖啡店老闆他就是用這樣的發壓壺去沖茶葉 從他店裡面很好的精品茶 那個時候是我德國人怎麼 他說德國人怎麼沒抗議 對耶,德國人發明然後 法式 變成法式綠鴨斧這樣 OK,回來了 嘿各位 BODEN 好啊 有人開始留言了 BODEN BODUM DU 我是打錯了是不是 BODUM N 我是不是打錯了 我看一下我是不是打錯了 我是不是打 我是不是按錯了 糟糕我好像按錯了 真的啊 好,沒關係,反正你們有理由 我們意思直到就好了 兩個都可以,好不好 BODEN跟BODEN 不是那個BODEN啦 好,沒關係 兩個都可以 因為我好像打錯了 我可能剛剛 道哥 道哥前 道哥你昨天是不是在那個最美的 桃園最美的競選總部沖咖啡 哇 真的你知道現在桃園全台灣最美的競選總部在哪裡嗎 不知道耶 在那個 就在中立老街星那邊 嗯 非常 看了非常的驚豔 然後昨天我看到 要道哥在那裡沖咖啡 嗯 好 好 然後你要射留言進去 我兩個都可以啦 好 兩個都可以 要不然我怕大家 大家抽獎的權益上面有一點 嗯 小喪失齁 所以我還是重新設計設定一下 好喔 應該兩個都可以 反正你們 因為我好像打錯了 反正BODEN或BODEN M跟N都可以 沒關係 反正我們知道你有投票就好了 OK 兩個都可以了 嗯 好 看一下 好 那我們待會就來 再清楚講解一下留言的方式 OK 好 那在那個沖煮之前呢 我就先來做一下 喔 其實是BODEN 這是我的留言啦 我的回覆啦 OK 好 那在開始之前 我先做一次我自己的沖煮法 給大家看一下 OK 這是HALIO的 HALIO的 嗯 這個是 橄欖木餅的 橄欖木 的 算是 它其實是茶 沖茶器 但是其實它 呃 也可以當法式綠亞呼 齁 那我覺得這一組還是HALIO蠻漂亮的 OK齁 那跟那個 BODEN的 喔 跟你的學員呢 跟BODEN的 還是有一點差別 嗨 Vivian 你又上線囉 澳洲現在幾點 哈哈哈 我澳洲的高中同學 好 這個其實兩個款式都蠻漂亮的 只是說 呃 各有特色啦 就是木頭 就很HALIO 很日本的風味啊 對不對 然後這個就是 比較丹麥北歐色機 對 BODEN就是非常經典的款式 非常經典的款式 我今天先用我的方式 我今天會跟大家講 我兩個家講會有三種 我們建議的方式 不錯的方法 那我先做一個示範 簡單的 然後我們等一下邊示範呢 因為YOSA剛剛有去那個木柏 所以我們買甜點 所以我們待會邊吃甜點邊跟大家聊天 好 我先 用我的方法做一次給大家看 我先把那個 綠那個 裡面先拆開 然後呢我會放一張綠子 好 我先放一張綠子 好 登登 我會放綠子 然後呢 再把它放回 發芽裡面 好 我們今天 除了我的手法之外 還有講很多手法 那先 剛開始我們先 簡單的介紹一下 大家有一點概念 因為有些人真的 我想還是很多人沒有玩過發芽 對啊 還是很多人沒有看過發芽 所以 好 把它轉回去 中間有多一張綠子 可能看不太清楚 但是中間 我夾了一張綠子 這樣它的口感會比較乾淨一點 OK 好 然後我們來襯豆子 襯豆子 今天我們現在 鏡頭好高 我們要一直停 停起來 我們今天鏡頭比較近 為什麼 實際是因為我們 之前鏡頭比較遠 然後看不到大家的留言 對 所以 所以覺得有點 討厭 所以我們決定讓它近一點 所以我們 現在就要先那個 化妝 然後 打粉 打粉 網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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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覺得已經 瘋了 好 我今天用的豆子 先用哈拉 先用哈拉 先用哈拉來說 用20克的豆 20克 可以幫我煮一下那個 煮水 那個 小福德那把 好 OK好 先用20克的豆 然後我會用哈利有的磨豆機 用比較細的 大概要到20左右 它手沖 一般我是用25 所以我會比手沖再細一點點 但不要細太多 20 20左右就好了 就是比手沖再細一點 如果你平常是 我的手法是會比較細一點的 那 在Elsa會介紹的是會比較粗一點點的 OK 好 20左右 回答一下那個朋友的問題 剛剛那個濾紙的 它不用自己裁剪 其實外面買 大約是這樣 這樣 但是已經 它就叫 完形濾紙 所以就可以 直接用在那個 髮壓上 就買這個就可以了 大家眼睛好利喔 剛剛有人問說 這個要自己裁剪嗎 不用 我怎麼可能會讓大家說 這麼累的事呢 學長很多秘方 很多偷偷的小秘方 剛剛Elsa看到我的這個 這個濾紙它有 對我想說 震驚一下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所以它是跟那個 愛樂壓共用的嗎 呃 它有分兩種 愛樂壓的跟愛樂壓 這個是完形濾紙 就是圓形濾紙 這個是愛樂壓濾紙 愛樂壓濾紙 稍微大一點點 嗯 那其實完形濾紙也有分 也有分尺寸 也是有分尺寸 也是有分尺寸 但是其實你知道沒關係 髮壓就是 它重點 你不要覺得說 它放進去會整個 會變得非常乾淨 它是降低細粉綠 它沒有辦法完完全全很乾淨 我只能跟大家講 但是還是 口感上會比較乾淨一點 所以我還是會 輔助一下 OK好 開始了 對冰滴也可以用 冰滴也可以用 它一般都是冰滴用的 冰滴跟那個 摩卡糊在用 冰滴跟摩卡糊在用 所以 大家都說了沒錯 很便宜啦 這一包一百張 好像才 才三十塊四十塊吧 很好用 所以是你發現額外的 沒有我以前就知道 所以我家裡都會備著兩三包 隨時要用的時候可以用 對不對 我家裡阿力不打的東西非常多 OK好 我們要開始做了 好開始沖 好開始沖 然後剛開始我們先把咖啡 所有的咖啡粉先放進去 20克 然後我們要調一下鏡頭了 之前大家都跟我們反應說 那個 鏡頭好像太遠了一點點 看不到細節有點可惜 所以我們這次有好好反省一下 OK 這樣子有沒有清楚 這樣不清楚 對阿這樣比較清楚吧 有清楚喔 好清楚喔 OK 回應一下嘛對不對 如果大家覺得清楚 我們做了這麼多努力 是不是應該回應我們一下 如果清楚的話 跟我們講一下清楚 不清楚的跟我們講一下 OK 好 粉放進去以後呢 忘了溫虎 沒關係 現在是那個 沒關係 剛開始先聊 待會會正確示範 謝謝 你看有吹就是會有回答 OK 我先示範第一個 是那個 跟手沖比較有關係的手法 有點跟手沖接近的手法齁 所以它在沖的時候呢 你的咖啡 你的水呢 也要沖到粉面上 也要沖到 就是像手沖一樣 繞圈圈 然後慢慢給慢慢給 就是不要一口氣呢 給太多 然後你可能給的時間呢 可能會有個十幾二十秒 就是二三十秒 慢慢給 也不用門針啦 不太需要門針 那次就慢慢的給 慢慢的給 OK 好 開始齁 順便計時齁 你可以手拿著這個 法式利亞壺 然後給水的時候呢 好 小小的水 然後 繞圈圈 然後把你的粉呢 盡量的都沾濕 我們待會會再 還有再講一次齁 所以我們待會可能把 可以把鏡頭 放到上面的鏡位 大家會看得更清楚齁 所以 你的 好 給大家看一下齁 可以看到我的粉塵呢 它是慢慢的 有一個 藉由給水的動作 它有一點翻角 齁 它有一點翻角 然後這個動作本身呢 就可以讓你的風味的萃取率 增加蠻多的齁 好 就這樣翻角 然後慢慢給給 我這個是300cc的糊齁 所以大概給到這邊的時候呢 就大概300cc 好 340cc左右 OK 這樣很簡單齁 然後呢 時間在跑嘛 對不對 你做完後 然後我們時間繼續讓它跑 OK 好 時間繼續計時 然後我的動作呢 我會先加 我的 我的那個 這個 我會計時兩分鐘的時間 然後我會把 我的 插胡桃 把鏡頭全部擋住了 OK 這是我的茶胡桃 我這樣子好了齁 這樣子看不清楚 如果你要做保溫的話呢 我就會 這是我平常 泡茶用的茶胡桃 兩分鐘時間 其實你說長不長 說長不轉 尤其是如果是 兩分鐘以上 就三分鐘 或是四分鐘的話 你用個茶胡桃的話 它的保溫作用會好很多很多 嗯 所以你這樣就可以 避免你的 因為失溫 真的是很聰明的小配搏耶 我就跟你講 我很多這種阿里不達的東西 真的 因為有時候 以前大家在做那個 法式綠亞胡的時候 就很討厭 就覺得說 我的溫度一直都 沒辦法保持到 比較好的溫度 導致於說 我的風味都不好 因為它浸泡時間 大概要三到四分鐘 對三到四分鐘 那我這個是因為 我研磨度磨得比較細 所以我用 我用兩分鐘時間 就把它搞定了 但是我還是 如果能夠讓它 溫度維持更好的話呢 其實它的風味 確實是會更飽滿的 當然這種東西如果 我說實在 如果你沒有特別去買個茶葡萄 你就是拿一個乾淨的抹布 或是 比較大張一點的那個 擦手布 乾淨的 把它包住 或是蓋住 它的散熱效果 就會差很多了 所以其實很簡單 OK好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OK 時間差不多兩分鐘 那兩分鐘之後呢 你可以 你可以用 上面有很多的粉渣對不對 我一般來說呢 我都會先用湯匙 稍微把上面的粉渣 稍微先 撈掉一點點 上面是比較細的粉嗎 通常浮渣 就有點像是杯測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浮渣呢 把它撈掉 對 有點像杯測的概念 撈掉的話 口感通常會比較乾淨一點點 但是這個動作呢 就個人行為 你可做可做 OK好 待會再跟大家講原理 OK 那上面基本上沒有浮渣了 我們的渣都在 下面對不對 基本上可以看得出來 我的渣都在 發式綠藥糊的上面 上面基本上都是乾淨的 這個時候呢 你在去發壓的時候 在去壓它的時候呢 你基本上就比較不會有很多的細粉 就比較不會有細粉 OK好 那這個時候呢 還有一個小技術 就是你壓的時候呢 不要壓到太底 就壓到粉的時候呢 你就不要再壓囉 你不要壓 把粉裡面的水都炸出來 你這樣就一定會苦澀 一定會很苦澀 一定會很苦澀 就壓到 OK這邊粉大概在這個位置 就壓到這裡 OK好了 碰到了就好了 就不要再壓了 碰到就不要壓了 OK 然後呢 把它倒出 就可以把它倒出來了 然後倒的時候呢 慢慢倒 因為發式綠藥糊 多多少少還會有一點點細粉 所以慢慢倒呢 可以讓你的細粉呢 就停留在你的糊底 就比較不會有粉紮的問題 喝起來比較舒服 OK 好 就這樣慢慢倒 沒關係 好 可以看得出來 我的 就基本上細粉都會被停留在 你的 浴压糊的糊底 然後最下面一點點 好 一點點粉紮 好 最後5CC的 好 不要 就很乾淨 OK 很簡單吧 對不對 你剛剛不是說簡單示範嗎 我不是很簡單示範嗎 這樣顯得非常清楚 待會我會再 重新再示範一次 待會重新示範一次 OK好 大家這樣子有沒有看得清楚 很簡單 OK 我們會那個好好的 待會還有更詳細的說明 因為其實 發壓可以很簡單 但是 稍微講究一點點 其實就多花一點點心思 一點點就好 你的風味的表現就會不太一樣 就會好很多 OK OK好 Yosa把點心拿出來 哈哈 對我們今天去 所以我今天本來是要去 當然這家是那個 在 木白 行天宮站的木白咖啡 大家有去過嗎 對啊 拜託拜託各位 如果去行天宮拜拜 去木白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對啊 點心超好吃 抹茶類的 很強 所以我今天就買了 買了這個 抹茶捲 抹茶捲 其實木白它超多 它抹茶的產品很強 木白咖啡 木白咖啡 我泡兩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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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泡兩分鐘 OK 所以如果那個 你們去 那其實 對那其實當然去的目的也是為了要本來想說 可以請他示範那個 來來來來來你杯子給我 法鴨湖的那個 還不是好喝 還好喝 這就是哈拉 也叫 一所必然的哈拉 好 很好喝啊 然後結果舒服現在現在改成那個 聰明 以前 以前木白是用法鴨 現在是用聰明濾杯 好香喔 是不是很好喝 超級好喝 一點小技 只要把技術做好 溫度做得好 都很好喝的 OK各位 好 OK 現在要聊什麼 我們現在先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點心啊 對不對 你看 一杯法鴨配點心 多過癮 呵呵呵 是我剛實在忍住偷吃的 還有他們這家非常經典的 這個是那個 這叫什麼 這叫什麼 抹茶什麼 它裡面就是抹茶 抹茶控一定會非常愛的 然後裡面是焦糖醬 好吧 它那個中間的那個抹茶 所以其實那個 木白 木白甜點 甜點跟咖啡都非常的棒 哦 肚子餓了齁 深夜宵夜文 對不對 蛋糕拿來抽獎 哈哈 我就偏偏要放這邊 放三分鐘 大家被大家討厭 嗯 然後他們家其實抹茶 還有抹茶拿鐵啊 超香的 對 非常厲害 好 改天我們呼喚木白 贊助 點心 改天齁 然後我們直播做習慣了大家 呵呵呵 我們就可以來抽點心了 OK 我們來跟大家聊一下那個 我們 我現在 我剛工作做完了 要Elsa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先說一下今天的抽獎 好不好 先跟大家講一下抽獎 抽獎 今天抽獎呢 是 我想想 有兩個綠壓壺 一個是我剛示範的 哈利歐綠壓壺 對 另外一個呢是這個 是這個叫做 Bolden 秋天的新顏色 秋天款 深秋款 嗯 我等一下就咬 我還怕你什麼 OK 對 霸壓壺這樣保溫法真的超酷 當然啊開玩笑 你們看我直播 我會教你們很無聊的東西嗎 呵呵呵 好繼續 好 深秋款 所以我們今天會有兩個 兩個對不對 我知道大家很喜歡叫學長抽獎 對我最近天天抽獎 天天在做直播的時候 大家都說學長抽獎 我都快瘋了 OK 所以我們今天那個 如果 你們選 Bolden 或是哈利歐呢 如果Bolden贏了 選Bolden的人多 對不對 那我們就抽Bolden 我們就送Bolden 就抽一隻Bolden給大家 如果抽哈利歐的人多 我們就抽一隻哈利歐 OK 但是呢 如果大家很踴躍 就是我 我跟Elsa的平台 我們兩個加起來呢 超過500個留言 就兩個一起送 OK 好不好 送兩個 就送兩個對不對 超過500個 所以如果你兩個都想要 你可以留言兩次 OK 是沒有關係的 OK 所以規則很簡單 如果你抽 你喜歡Bolden 就寫Bolden 如果你喜歡寫哈利歐的話 就寫哈利歐 那如果你兩個都想要的話 就兩個都留 OK 那反正留言 贏的 我們就 Bolden贏 我們就抽Bolden 哈利歐贏就收哈利歐 OK 那如果兩個都贏 超過500個 我們就兩個都抽 就這樣 這樣很清楚吧 OK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就 就盡量多留言了 OK 好 那我們今天那個Elsa 還有 我們留言的時候 會有提供一個那個嗎 會有提供一個 Bolden這次的 的一個 商品介紹 跟購買連結 對 只要留言 留言Bolden就有嗎 留言Bolden的話 都會有 反正你有留言的話 都會有一個購買連結 就是會有用很優惠的價格 然後 可以買Bolden的 法式地下壺 待會我們詳細再講 好 繼續換你講 我要吃一下 我要吃一下我的 好 先介紹一下 有用那個 法亞壺出單盆的咖啡館 好了 那就是 順便打一下書 那時候再出這本 這本 在旁邊會很干擾你嗎 不會 我只是聞到那個抹茶香 那時候出這本 中文家咖啡館在等你的時候 我就去採訪台中的一家 叫Sole Bean 映豆咖啡 然後呢 好 給大家看一下照片 它就是這一家 它是純白色系調的 放進去 放進去 這邊 在台中 也是非常非常 純白的 對 它是白色調的咖啡館 然後也是走一個 店主人是從澳洲 回來的 那時候跟烘豆師在聊的時候 他就有特別說 好好吃喔 有人暴動耶 怎麼樣 有人說暴動 在吃蛋糕 沒有 然後他就說 他就有特別說 我們家的單品咖啡 熱的單品是用法亞壺出杯 那時候我還沒有注意到 我想說為什麼 然後烘豆師就跟我說 因為法亞壺它是 它是一個浸泡系統 所以它其實最接近 杯測方式的咖啡 咖啡風味 然後它因為它只用金屬濾網去過濾 所以它可以保留最原始的咖啡的油脂跟味道 就是可以表增它的原始風味 對 然後客人 客人也可以只要掌握它的研磨度粗細跟水溫 然後浸泡的時間 你就可以帶回家 把在店裡面喝到的風味完整的複製 手法比較沒有差異 對,跟手沖相對比起來 就是變數少很多 所以那個時候是我第一次覺得 原來是這樣子 但是因為 這個邏輯也是蠻有道理的 對,因為很少 其實現在在很多精品咖啡店 或是咖啡館也好 就是很少看到用法亞壺出單品的咖啡館 一般很少啦 一般很少看到 對,一般很少 可能我們剛在討論 可能因為它的那個 占顏的效果沒有說非常的 你知道,非常的好看 拍照啊或什麼的 這樣會不會大家覺得很討厭 你就一直吃抹茶酒 一直乾到泥 對不起 哈哈哈 然後除了 台中的話就是這家是我在那個 Solid Bean 對,Solid Bean 一直都是很有概念的一間店 對,很有概念的一間店 然後它的那個 三明治也非常好吃 然後也很漂亮 我喝過他們家的蛋器咖啡 喔,蛋器咖啡也是引領風潮的 對,他們算是台中 蠻早做的 對啊 對,蠻早做蛋器咖啡的 然後也蠻厲害的 對啊 所以 Solid Bean算是台中一家 可以去 蠻值得去的那個 對 的店 對 然後也算是 這個邏輯也是蠻合的 如果他們覺得自己豆子很好 對啊 它就不用擔心啊 對,你講到豆子好 因為那個發芽苦的是可以很 它就是完整呈現 豆子最原始的風味嘛 所以你豆子品質一定要好 就很赤裸裸 對,你非常赤裸的就被呈現了 好不好 對不對 喝下去沒什麼好說 不是我今天那個 不是我今天衝的不好 也不是風水不好 都沒有任何借口 沒有借口 我覺得Elsa很過分 因為我一直往前靠 它一直往後靠 限度我臉很大 角度問題 我真的角度很吃虧耶 我真的覺得我 有點不爽快 它一直往後靠 然後我要 我要這樣子 好熱喔 海產店 最近很流行這種啤酒杯 你們不知道嗎 我今天去一家店 很流行用這種 真的是啤酒 喝啤酒的杯子 很舒服耶 對啊 最近很喜歡 用這種啤酒杯 我真的很超愛 而且很舊 手感很好 好嗎 我沒有帶你來講的也沒用 來 你是啤酒杯嗎 他們家有 他們家很好玩喔 這家店 不曉得大家去了沒 它叫全全咖啡 叫全全 全全 全全 他們是新開幕的店 但是他們有做 啤酒杯 他們有做這樣的復刻版的杯子 對啊 我最近好喜歡 超酷的超帥的 對啊 最近超愛用這種 而且 就是你喝完咖啡以後 直接倒啤酒 非常的順口 順手 對啊 啤酒杯和咖啡 這也不 其實玻璃杯這種都很好舊口 而且我之前喝這樣子的啤酒杯 喝那個 呃 Piccolo 也滿應該 很剛好 很濃喔 非常濃郁 很好喝 很好喝齁 用啤酒杯 用威士忌酒杯 也可以啦 好像光景 你說哪一家 哪一家像光景 你看這個嗎 這個 像光景嗎 你說那個標是像嗎 好吧 不是光景 OK 無所謂 反正那個 啤酒杯最近很 真的 我連我都想要去買個 買個一組 買一套 真的很好 這ELSA的啦 OK好 繼續講 這是第一家 第二家就是木白啊 第二家就是木白 但是木白現在不是用 發芽了 對他現在改成用聰明綠 聰明綠本 這樣子 對我們還是要講一下那個 還是可以講一下 像2017年那個 有一個選手 他也是用 發芽 就木白的代表選手 對用發芽綠阿虎去 去參賽 然後得到第三名很好的成績 超厲害的 但是他的手法其實蠻特別 我今天有稍微看了一下影片 嗯 他就是用 呃 細粉他磨到 因為通常發芽大家會建議磨 磨在比較 粗一點 粗一點磨的粉 然後他就是用比較細的粉 然後浸泡時間也比較短 然後他萃取完之後再過濾那個 濾脂 嗯 然後他是用這樣的呈現的水分 就分兩次 對對對 就是先用發芽再去過濾 減少那個口感上的 增加乾淨度 增加乾淨度 其實我跟大家講 木白的 之前我去他們家喝那個 也是喝發芽 然後他們是用那個 Nighty的 呃 Nighty Group Group Nighty 就是他們家的 豆子 哇我那天我那天去喝 我記得 我有點記得 因為我第一次去 我就喝他們家哥斯拉里加 哇我真驚艷 覺得哇靠發芽 竟然這麼好喝 對啊 飽滿度超級好的 然後甜點又這麼好吃 我真的覺得 有點要人命 嗯 對這種店 然後他的裝潢也是蠻 也是木 木頭 木頭調性為主 然後蠻日式小清新的感覺 嗯 對啊 所以行天公站 行天公站 其實那個站也蠻多好 因為是我們的咖啡館 對我非常建議大家如果 湊得到的話 就湊五六個人一起去 嗯 然後一起跑一跑 一口氣呢就可以把所有的蛋糕 全部吃完 非常的過癮 他甜甜真的很棒 我們上次八個人去 差點沒有位置 但是就非常的過癮 一口氣可以把所有的甜甜 全部吃完 非常的過癮 蔥鴨式 咖啡可以再加熱嗎 當然可以啊 其實基本上 咖啡可不可以加熱呢 我個人是覺得 都可以加熱 但是只是說 如果你用 微波 用瓦斯爐 或是用電磁爐的話呢 一般他的香氣 會比較喪失 會比較少一點點 對 那如果你用微波爐的話 我建議用微波爐 其實是比較不會喪失 用微波爐 用微波爐 就是你的咖啡冷掉了 那你用微波爐去微波 有 反而他的那個香氣 是比較不會喪失的 上次我們有討論過這件事情 對啊 但是你要那個容器 要可以微波 一定要啦 你一定要注意啦 你不要拿不能微波的爆掉 比如說學長你 把你弄死 所以大家那個 就是找可以微波爐 可以微波的 現在很多玻璃是可以微波的 對 很多玻璃 或是其他的那個 保溫杯的產品也可以微波 對 有些不行的 要注意一下 對 有非常多現在的 像哈利歐的 現在他的雲朵下壺 幾乎都是可以微波的 好 所以就很方便 就是如果真的 你喝一喝涼了 這個我不知道怎麼微波 對 如果你喝一喝涼了 真的你其實去微波 不要去重煮 是最好的 它的香氣都保留得很好 你說不要再加熱嗎 再用什麼瓦斯加熱 我覺得沒有比較好耶 又沒有比較方便 你其實用微波爐是 最可以維持它的那個 它的香氣 而且喝起來真的很像 跟你剛剛煮出來 沒有太大差別 對啊 所以蠻推薦的 OK 好的 然後台波 OK 台波 台波也是 你剛剛講到什麼好笑的嗎 為什麼大家笑得這麼開心 嗯 不知道耶 OK好 咖啡館兩家 大家有那個 有什麼推薦的 推薦的發壓店嗎 發壓店 如果想要發壓 如果大家有聽到的話 那個 如果各位有知道的話 可以回應給我們一下 對 那我馬上就call out給他 對啊 你再拿一家咖啡館 不到發壓 有金屬不可以進微波爐 對對對 有金屬不可以 會爆炸 會爆炸 所以像哈利歐的那個 雲朵物就是因為它全部都玻璃 跟把鎖都是玻璃 嗯 那這樣很燙吧 不會啊 還好啊 你就小心一點點就好啦 它的玻璃不會很燙 對 所以就 沒有這個問題 對 那如果各位有看到什麼 那個 用發壓的店的話 可以告訴我們 對 因為我們平常可能 也是喝手沖為主 對 因為其實發壓湖真的是太 太虛佳了 太日常使用方便 不需要什麼技術 所以可能在咖啡館 會比較少看到一點 因為台灣人還是蠻喜歡吃那個 技術的 喜歡看秀 對 要不然我也不會坐在這裡 就平常 就平常就是要秀一點技術 大家還沒覺得好看嗎 講這麼多話稱讚自己就對了 沒有啊 這真的如果 我就有聽過人家說 就是如果那個完全就是 喔 那你這樣子我在家裡喝就好啦 我幹嘛去你店裡喝 對啊 雖然觀念不是很正確 你說喝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這個觀念 就是 因為其實衝組不一定要是變成秀啦 是沒錯 但是 但是它也是一個體驗的過程 對啦 對它確實是 你看那個霸台手那麼專注 然後好像為了你的一杯咖啡 然後有50個小動作 對 你就覺得很過癮 對啊 希望它特別為你 花一段時間為你呈現一杯咖啡 是也是沒錯啦 所以那個 也不能不說 也是有道理 OK 底座能拆的 能用USB 溫杯電保溫 在辦公室都 都這樣用 USB溫杯電 感覺好高科技喔 插USB 然後就那個電子水 就溫溫的是不是 那那個冬天快到 要用那個電熱台一樣 電熱台要跟杯子一樣 因為我一般來說 我咖啡冷不冷 冷掉熱的 我都照喝 對啊 我不會特別 這個真的好好喝 是不是 比你剛剛 那一支好喝 對不對 這支非洲豆 這樣這個煮法很適合 對不對 OK 你看Elsa今天難得 對我的咖啡 有稱讚 好甜喔 對很飽滿 對不對 所以其實Five Off 只要你用一點點小技巧 還是可以做得很好喝的 好不好 OK 我們剛才說 兩家咖啡店講完了 對講完了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來喔 你來介紹一下Boden 好 我要來介紹Boden這個牌子 平常款 那就是 這是一般款 對這個是一般 它是上面的蓋子是金屬的 為什麼一家介紹 你知道嗎 為什麼 我就可以吃摩擦去 其實Boden這個牌子 它是北歐丹麥哥本哈根 它是做一些日常的廚房用品 然後一些咖啡器材 但是它現在等於是發壓壺的代理詞 因為從Boden開始發壓壺就開始 怎麼講 就是大家看到 風型 對風型 是發壓壺 Boden把發壓壺做起來的意思 就發揚光大了 對對對 所以 然後今天要介紹的這款就是 它的新色 那上面是 塑膠的 樹脂 樹脂材質 這是舊款 這是經典款 這是經典款 這是金屬的 對 這一層是金屬 下面這個也是塑膠 對 下面是一樣的 這是金屬嗎 摸起來也不太像 這是金屬的 這是舊款 經典款 各個牌子的濾壓壺 它其實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 濾網 濾網 差異性 它其實就是三層 差異大家看齁 大家如果稍稍晚過的話應該都知道 有興趣可以了解一下 對那其實 嗨 晚安 然後請 才不下來 喔那個台語啦 對啦 專業 喔對 你有趣 對啦就叫台語了 它名字有點難記 我想說跟抹茶有什麼關係 我們的粉絲都超專業的 謝謝你喔 請問台語跟抹茶有什麼關係 我們一直聯想不起來 看來就是這個 台顯啦 綠綠的 給大家看一下台語 台語 可以可以可以 我覺得還是給大家看一下台語 台語就是這樣 台語 趁其投資 很像是一塊那個 生綠胎的一塊石頭 台語 真的很好吃 腸胃好濃喔 最早星巴克有代理 喔對 星巴克它除了是綠色的 也是墨綠色的這樣 分三層 三層 所以其實每個牌子 待會也可以比較看看 Hario的那個綠網 也是三層 也是三層 但是綠網不太一樣 但是綠網的那個孔木 細緻度會不太一樣 對 這個在充足的時候 你可能就可以 就可以觀察這樣 有差異 對 OK 所以 波德綠壓壺真的是蠻經典的 對啊 一般以前我們也會蠻建議大家買波德 嗯 因為說實在的 當然有很便宜那種 以前綠壓壺就是像台灣做很多那個 泡茶的嘛 對 泡老人茶的茶具 嗯 但是其實波德的那個質感就是還是 說真的還是不錯 對 OK 給大家看 好就是這樣 這一款 好 有人問說 發壓壺和一般沖茶器有何不同 一般沖茶器 沖茶器有很多種 就是這種 這種壓的沖茶器 好跟大家講 原則上最大的差別在於孔木的不同 就是這個 VSB有一個比較細的這個網 這個網 這個網的孔木越細 你的咖啡粉渣就會越 不顯著 不會跑出來 就比較不會有細粉 所以你喝起來會比較乾淨 那一般的那個沖茶器的網木都很 都比較粗 因為茶葉它舒展開來 它不需要用那麼細的網木 所以你喝起來的時候就會 用沖茶器來做的話 一般來說就會喝起來會比較有細粉 喔 對對對 會比較混濁 不能用沖茶器去泡咖啡 你可以要用的話 就要用 就是要用 自己要補一個 濾質 對齁 因為其實我跟大家講 哈利歐這一個呢 這一個 我今天帶的這一組 它也是以沖 它其實是號稱是沖茶器 它有分好幾塊 那它的孔木是不是比較粗一點 它的孔木算是介於 可能比它粗一點點 嗯嗯嗯 但是它也是可以做發芽 嗯 它其實說真的這兩個都可以用 對 但是它其實它的那個 品名上面寫沖茶器 喔 它其實品名上面寫沖茶器 我給大家看 看 給大家看一下 看這是哈利歐的 上面寫T Press 喔 它下面寫T Press 嗯嗯 其實它的 愛樂壓 不是不是不是說錯了 它的那個 咖啡的 咖啡的 發壓的 跟T Press的 還是有點點差別的 嗯 但是因為 我個人就很喜歡用那個 用那個 濾質啦 所以對我來說 兩個是 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只要有 用濾質的話 基本上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它這個孔木算細吧 孔木細啊細啊 這個明顯比它裡有沖茶器的細 對 明顯比它細 所以它的那個 它的細粉的乾淨度 一定會比哈利歐的沖茶器的好 嗯 如果沒有用那個 沒有用那個 濾質的話 對 一定會有差的 所以還是挑 好一點點的 就是你可能 乾淨度上會比較舒服 嗯 因為其實我覺得 法式瑜伽圖屠 很多人詬病的地方 就是給人家喝起來做做的 但是那也是它的特色喔 就是它有油脂感 但是如果你買的是 比較好一點點的濾網 就是這種 比較孔木比較細的話 你的濾感會降低 嗯 就近 至少不會有細粉 喝起來比較舒服 嗯 但是如果你買就是一般 一般沖茶器的 喝起來就真的會 就是會 甚至還有一點細粉 嗯 可以裝濾布嗎 嗯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 裝濾布 只是說你要自己去找一個濾布 然後採檢 就是比較麻煩 嗯 就真的會有點麻煩 OK 如果有人受不了細粉 如果受不了細粉的話 真的你不要用 法式雅虎啦 說實在 如果你完全無法忍受細粉 對 無法接受細粉 對 或是你就要過濾 就是你要再用一個濾杯過濾 其實比較麻煩 如果你完全不能接受 接受濾 那個 細粉的話 你確實 法式雅虎不會是你的菜 對 不會是你的菜 但是如果你還覺得 欸 可以喝喝看 因為它相對來說會有點油脂 對啊 會有點油脂感 然後巴比也會比較完整一點 所以你喝起來會覺得 舌面上風潤風潤 嗯 所以也蠻有趣的 是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感受 那你只要 你也可以用一點小技巧去調整一下 就可以讓 它的細粉的量變少 嗯 我們待會可以試試看 因為有人說那個Bowden 那個 Bowden的 它會不會有細粉 我們待會就試試看就知道了 待會就試試看就知道了 OK OK 好 Bowden講完了 講完了 剛剛看到那個 以前好久 好久的那個 瑞琳 瑞琳 好久不見你了 好久不見你了 最近 但是我看到FB啦 喔 你們是好友 我們是好友 OK 你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次Bowden 因為這個是Bowden贊助的 Bowden代理商 對 今天廠商也是 廠商贊助一組 讓大家抽獎 那現在有做活動 它原價是12 1280 1280 1280 那現在優惠價就是880塊 880 1280 便宜400塊 對一個優惠的時段 嗯 大家如果有 覺得還不錯 有需要 就可以參考看看囉 對 因為廠商覺得EOSA 上鏡頭很棒 所以就支持她 支持她直播 說什麼 不要到 到泰底就會好一點 對啊對啊 我剛剛也是跟大家講 你到的時候不要 最下面你不要 不要到這麼起階 你不要把它倒滿 對 所以如果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那個 你說這個幾人分 這三人分 這三人分 剛剛忘了講Bowden 它有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就是防青島的設計 就是你在蓋上去的時候 你要到的時候 就把這個孔孔轉到正確的位置 對 那你不到的時候 你就把它轉開 就比較不會倒 就不會倒 不會滴出來 就是它算比較貼心的一個新的設計 還不錯 就是會有一個這個 網目的部分 對 網目的部分 就是可以讓你方便一點 OK 好所以各位有興趣的 有分顏色嗎 就有咖啡色 有分顏色就有咖啡色 你說哪一個 這次的 就咖啡色 就是咖啡色 深秋色 這是季節款 這是季節款 不好意思 你可以配栗子蛋糕啊 也蠻搭的 你買其他顏色就沒有特價 就是深秋款 覺得不錯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在上班的時候蠻方便的 我跟你講上班 如果你上班不太方便的話 你就出門的時候 磨一份咖啡粉 然後拿束口袋束起來 然後到辦公室的時候 就到它發芽裡面 然後就可以煮一杯了 超級方便的 或是你拿一個小罐子 就是那種 怎麼說 那種有蓋子的小 蓋子磨好把它蓋起來 對 蓋子磨起來 然後就減少它的 它的那個 它的 跟空氣的接觸 然後到辦公室的時候 就倒到發芽裡面 然後加熱水 你就可以做一杯 很好的 OK BODEN材質超耐用 我有一個用了快20年的玻璃杯 還像新的一樣 還像新的一樣 就是好東西 好東西 它的品質是非常非常穩定 當兵也可以用 這個 是太多人了 當兵也可以用 其實這個是蠻好用的 而且你當兵用的話 不會被 不會被引掌嘛 他會覺得你在泡老人茶 或者是我今天有想 你去旅行的時候 你就帶這樣啊 一個手 手搖 跟一個這個 超方便的 就這樣就可以 每天都可以有 好喝的咖啡可以喝 對啊 這就是基本 然後用點點 稍微用點那個 稍微用點工 就可以做出好很多的東西 Bowden出的款式 它顏色都超多元的 Size也出好幾種 當然 對啊 各種選 發樣的代名詞 嗯 但是它的造型還是 還不錯 很經典 很經典的 這排就是我帶去當兵的 OK 大家很喜歡聊當兵的話題 沒有啊 我們都覺得那種 當兵裡面偷煮咖啡事件 非常 驕傲的事 超驕傲的事 就覺得我們很厲害 開玩笑 蓋子是塑膠嗎 是 這一款的是塑膠 這一款是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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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它價格會相對金屬的來的便宜 便宜一點點 便宜一點點 CP值高一點 大家也不用擔心 這種大牌子的塑膠都耐熱 耐熱120度 上面有寫 說明書上面有寫 耐熱120度 所以放心放心 OK 好 那我們介紹完了 介紹完了 你可以吃你的彈玉了 沒有我要來充足我的咖啡 OK 抽死了摩托機 好好好 上次已經抽了好不好 還沒抽還沒抽 還沒抽 我拖 因為我這兩天 六日 小富士 小富士一萬九一台耶 不要鬧了好不好 濾網用久了卡油脂 細粉怎麼清理比較乾淨 這問題實在太棒了 家事小片坡 好跟大家講 如果你那個濾網呢 用久了 然後有卡油脂卡細粉 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你 你去那個 大論發 超市 買一包小蘇打粉 OK 小蘇打粉 然後呢 把濾網拆掉以後丟進去 然後小蘇打粉 泡 加熱水 跟小蘇打粉 然後泡30分鐘 萬能的小蘇打粉 然後就拿你的 拿牙刷也好 菜瓜布也好 反正 你就稍微搓一搓 搓一搓 牙刷很棒 你知道嗎 搓完半小時以後 半年之間都不用清 半年七次就可以了 真的嗎 其實不太會塞 但是它很容易就是像 你平常就 你說大清潔 大清潔 半年一次就 平常你當然拆掉以後 都要搓一搓嘛 手稍微搓一搓 這很正常啊 對不對 這沒什麼了不起啊 但是你如果已經塞住了 不太好 就是壓的時候很有阻力 就是都細粉卡死了 半年就夠 半年用一次差不多了 用小蘇打粉 泡一泡就好了 過炭酸 就是一種跟小蘇打一樣的概念 有人說我是家事達人 對啊 他是家事達人 我才不是家事達人 我只是對器材有那種屁 你知道嗎 不保養好 我有點不爽快 因為它確實會影響 充取咖啡啊 一定會啊 沒有做好清潔 沒有清潔 任何器材沒有清潔 你就不要告訴我 可能咖啡很好喝 對齁 最討厭那種 煮塞翁啊 煮一煮 我咖啡牌還沒下去 水就已經偏黃了 好恐怖喔 Bowden台灣有賣綠網的耗材嗎 應該有吧 綠網的耗材 有單賣的嗎 我覺得應該有 我猜應該是有 但是我不敢保證 反正那個留言裡面 應該有它的網站 有它有相關的網站 你們自己去網站上看一下 我猜應該是有 因為一般這種有代理商的 的廠商 他們的配件基本上都會有 所以就是那個 反正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平常任何的器材 就小蘇打粉 可以挽用 大部分的器材 都可以用小蘇打粉 玻璃嘛 小蘇打粉泡一泡 家庭主婦超愛小蘇打粉 我想小蘇打粉真的很好用耶 對不對 人家說用那個什麼檸檬酸啊 什麼的 就是可以做清潔的 檸檬酸我知道啦 我知道我打錯字了啦 OK 因為我剛剛不小心按照 就旁邊一點點嘛 反正你打這兩個都可以啦 反正 大家知道什麼就好 那反正 有些人說用檸檬酸嘛 檸檬酸其實也很好用 但是我覺得怕大家那個 檸檬酸 大家有時候覺得怕怕的 酸質 對齁 但是其實檸檬酸跟那個小蘇打粉 都非常好用齁 都可以用 當然我還推薦大家最近 如果齁 你就是那種有一點那種 癖好的 什麼癖好 就是那種乾淨度癖好的 你可以去買那個叫做生物酵素 生物酵素 它是清潔劑 想到酵素 我忘記說了 這一檔次 要送什麼東西 買這個 有送一個 蛋白酵素的手洗精 喔 它還有送東西喔 對它還有送東西 還是喔 對 這麼巧喔 只要生物酵素 我不小心的欸 對好 可以繼續 OK 反正是如果你真的 很討厭的話 你可以那個 你可以去買那個生物酵素的清潔劑 嗯 一匹一大罐 可能幾百塊吧 嗯 我跟你講那個真的超厲害的 噴一噴 然後讓它刺一下 讓它那個流一下 刺一下 超乾淨 OK 目前我覺得三個裡面最強的是生物酵素 生物酵素 小蘇打 檸檬酸 換三個萬用啦 反正這三個都是那種 超便宜清潔劑 不用買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啦 好就可以 萬用了 OK 好 那今天就來用這個來示範一下 好 你坐著就好啦 就看到你的臉啊 對不對 好那 不要調一下鏡頭喔各位 EOSA先示範一個沖法 好 那我就用今天 我去洗我的服 分享的好 參數 但是我要抹咖啡豆 我幫你抹 20克 我先講一下我今天的參數好了 就是20克的粉 然後對200cc的水 講慢一點 20克的粉 20克的粉 然後 大概磨到粗 手沖 比手沖再粗一點的研磨度 然後腫水量是230 這剛才同一隻 他直接比較好喝 好 我們最好 剛剛同一隻 嗯 這剛才同一隻哈拉 哈拉 好 我幫你磨 你要磨25還是30 粗一點好了 30 30 粗一點 好 然後我先調一下這個進水 然後總浸泡時間也就是 有4個 好 那這個方法是不是一個咖啡店 就是SOLO咖啡 他教我的 那我那天喝了之後覺得很不錯 然後所以想說可以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這個是20克的粉 那就先把粉輕輕的拍進去 好 20克的粉 好 好 稍微拍一下 然後呢 開始歸零 然後鑄水 鑄水鑄到200CC 200CC的水 所以他是大概 我會先脆1比10的濃度 稍微濃一些些 然後脆完之後我會再對30CC的水 調整他的濃淡度這樣 好 那我現在再鑄水 20克的粉 然後 200CC的水 好 那現在到200了開始計時 開始計時等3分鐘 等3分鐘之後呢 我會在3分鐘時間到之後 我會再輕輕的攪拌他 對 那攪拌的 現在他就是在浸泡嘛 你看粉在熱水中浸泡 所以 其實發芽糊它其實 非常非常的簡單 它可以讓 每一顆咖啡粉在水中 得到一致的萃取度 它就比較沒有 沒有粉沒有萃到的問題 對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式 可能大家最常 聽到的方法也是說 你就把水 就把粉 倒下去 然後鑄水 你就離開 你就等4分鐘 然後時間到了之後 你再回來把它壓下去 就可以了 這個是最 最簡單的方法 但是就是喝起來 會比較無聊一點點 對 所以你其實 你上手之後 你也可以隨著你的咖啡豆 每天的狀況 或是粉出氣 去調整你自己想要 充足的參數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在等待它的浸泡的時間 你泡多久 幾分鐘 3分鐘 3分鐘 我是把水煮完240c之後 才開始計時3分鐘 給完以後計時3分鐘 對 然後可以看到咖啡粉 它開始膨脹 對 好 咖啡粉膨脹真的很療癒 是啊 可以看到咖啡粉的粉塵 這次我們特別要讓大家看得清楚一點點 對 就是為了 有些人之前大家會覺得好像比較遠一點點 對 OK 好 好 3分鐘 那在等待的過程中呢 大家也不要忘記可以重複留言 看你今天到底是喜歡Borden的 不管是喜歡他的造型啊 或是喜歡他的功能啊 還是喜歡Hario的 都可以 反正就是 我們希望大家 我還是希望能把兩個都送給大家 對 超過500個我們就會 兩個都送 我們還是希望把兩個都送給大家 OK 好 所以大家就盡量留言吧 好 所以粉在 它下面會有粉 慢慢往下 開始分 分開 往下沉 對 往下沉 但我覺得法式綠阿卜有一個很重要的使用重點 在 壓它的時候一定要非常的溫柔 對 不要太暴力 不要太暴力 太暴力通常沒有好結果 對 因為它 你在往下壓的過程 待會再壓的時候會跟大家講 就是 如果太大力 你會再把那個粉塵再擾動一次 翻攪 那它已經浸泡這麼久了 那你再 翻攪它 那它不好的物質就會被 很容易有苦澀味 苦雜味 也是一般法式綠阿卜大家會被詬病的地方 對 其實不是它本身不好 而是如果你的動作太出入的話 也是會有問題 快了2分45秒了 對 還剩10秒鐘 OK好 那水溫大概也說92、93都可以 嗯 92、93都可以 好 好 那現在3分鐘快到了 OK好3分鐘了 3分鐘 那現在就是輕輕的攪拌它 把它呢 好 大概攪拌 那均勻的吃水 對 好 OK好 再等 再等待一下 再等1分鐘 對 再等1分鐘 然後等到那個時間到了4分鐘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準備把它 這個就是很基本 但是非常好用的一個煮法 對 這煮法本來就簡單好用 不會太複雜 就記得3分鐘攪一攪 然後4分鐘的時候就壓 對 像我個人就是比較喜歡 發壓的話 就做比較濃郁的口感 嗯 那個是它的強項 喝起來很過癮 就是喝起來有口感 然後濃郁 可是這個 這個做法本身跟杯測很像 嗯 3分鐘加1分鐘 對 有點點像 好 那現在時間快到 好還有10秒鐘 還有10秒鐘 然後你就把這個 發壓 發壓 輕輕蓋上去 濾往前放進去 不要太用力 好 好 時間到了 OK 好現在就是輕輕的把它往下壓 不要太用力 對 慢慢的 先量不要把它做什麼擾動 對 輕輕的把多餘的粉往下壓就好了 對 好 好 然後壓到快底 不要壓到最底 對 好 OK 差不多了就可以了 把它拿起來 OK 好 這樣子就算完成了 對 完成 然後你就把它 對倒了 你倒到分享壺裡面 對 我們可以整個倒出來 建議大家全部都倒出來 不要在裡面 重複浸泡太久 然後倒的時候呢 不要那個 不要把它倒滿了一點點 對 最下面一點點 最後10cc呢 我忘記拿那個把手的好燙喔 呵呵呵呵 最後10cc不要那個 不要倒 然後剩下 感覺下有一點點細粉的時候 好 就可以停了 就停了齁 然後就沒關係 就差一點點而已 OK 那因為我脆比較濃 所以在 加 剛剛是1比10嘛 那你可以大概 你也可以先喝喝看啦 但是通常經驗 會再加一點點水 30-40cc的水 對 讓它喝起來比較開一點點 嗯 比較開一點點 就是用20克的粉 嗯 然後沖多少 240cc加30 240cc的水 200加30 230cc來脆 就1比11.5啦 所以是偏濃一點點 對 偏濃一點點 這樣子就完成了 好 這是第一種沖法 很簡單啊 你來看看看 當然要啊 我待會還要示範兩種 我推薦的沖法 OK 我們1小時10分鐘啦 請喝 是嗎 1分10秒 你是說1分10秒 還是1小時10分鐘 我們講1小時 差不多咧 我們講1小時囉 他是說1比10啦 我想說 他 他說1比10 驚嘆號驚嘆號 1比10 1.5啦 不到1比10 1比11.5啦 不要覺得很緊張 OK 對 喝喝看 喝喝看 嗯 這很好喝 對 濃 真的是蠻濃的 所以你在喝的時候 如果你倒入杯中 你可以大概放個30秒到1分鐘 等他那個粉 再稍微往下沉一點點 會更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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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蠻好喝 很不錯 還不錯 其實這個層次已經有層次了 因為他有浸泡時間又有一點攪拌 就是會有一點點不同的效果 不會喝起來很改版 OK 滿好喝的 還不錯 所以大家可以如果有 可以試試看這樣的充足的參數 可以再加試試看 嗯 然後再配一個 再吃一個抹茶醉 就咖啡很好喝啊 你就不配 就想要配一口甜點 你不覺得很可惜嗎 超棒 OK 好 好 接下來換我了喔 選手來示範 接下來我來示範 我 我待會會示範一次Borden的 一次示範一次哈利歐的 哈利歐的喔 那我先跟大家 試建議 幾個我自己做 那個 發壓骨的一些 我的一些 說講究嗎 或是一些小技巧都可以啦 那首先第一個部分呢 是我會用這個 濾紙 濾紙 對 圓形濾紙呢 這個叫做圓形濾紙 我叫圓形濾紙 其實都可以喔 那這個東西這一包大概 30塊40塊吧 不貴啦 然後它有分很多尺寸 有很大的 然後我用的是6號 6號呢 大概是 6公分 直徑6公分的這個 的濾紙 或是你要用愛樂壓濾紙 愛樂壓濾紙是這個 這個是愛樂壓濾紙 然後呢 愛樂壓濾紙大概比 這個圓形濾紙呢 稍微大一點點 看一下喔 這個大概這麼大 差不多啦 只差一點點 所以你用哪一個都可以 然後用的時候怎麼做呢 OK 好 先把這個哈利歐的 這個 把這個濾網呢 先把它拆開 拆開完以後呢 把你的 這個濾紙 然後呢 塞到 金屬濾網的後面 好把它塞放進去 然後呢 再把這個 彈簧片的部分呢 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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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蓋上去以後就夾在中間 這樣很清楚吧 夾在中間 OK 濾紙在中間 然後呢 把你的濾壓弧的這個卡榫放進去 順便把那個濾網戳個洞 然後 抽個洞 OK 這樣就抽個洞 抽完洞以後 就把原本的那個卡座 呃 卡上去就好了 好 這樣卡上去 轉回去 好 這樣就完成一個那個 法式濾壓骨加濾網的一個 一個小 小功能 小功能 然後這是一個功能 然後第二個功能是 呃 這個 我會用杯測石 或是一般湯匙 因為我在 沖煮完以後 我會稍微撈一下渣 我會稍微撈一下渣 OK好 那我們今天開始 我的 我的建議做法 我今天會教大家兩種做法 一種做法 是跟手沖比較接近的 另一種做法呢 是跟 骰摩比較接近的 那兩種做法都很好喝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剛剛ELSA的整體時間呢 是用四分鐘 用比較粗的研磨度 會比手沖還粗 但是我現在呢 是用兩分鐘左右 的沖煮時間 所以我的研磨度會比較細 會比較細 OK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準備 先準備粉 好 好 我們先準備粉 這個是今天要示範的哈利歐 哈利歐 的 好我們現在準備粉 這樣沖會不會像是艾樂牙 不會啊 你放心 它喝起來還是不像艾樂牙 艾樂牙有一個手壓力 所以還是不會一樣的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 好 好 好 先唱20克的粉 你要不要我吃甜甜了 可以了 你可以吃台育了 我要吃台育了 有心在旁邊認真的吃它 看起來是 蠻過癮的 嗯 好好吃喔 討厭喔 OK好 20克的粉 然後呢 我們磨比較細一點 比手中還細 如果你平常用小飛馬系列的話 可能要磨到4或3.5 4或3.5 是比較細的 好先來磨 我跟你講我是抹茶控 我周末 好跟大家寫聊 周末去了台中 然後有去了一家非常厲害的抹茶店 我這個禮拜會分享給大家 新開的抹茶店 好 你現在要示範一次 就有加栗子 對 我說有示範有加栗子的齁 好 再一次 好 我來按一下水 嗯 沒關係 我看已經按過了 OK按了 好 然後呢這個是比較細的研磨度 比較細的研磨度 然後大概是20 嗯 那個什麼去啦 這樣哈利爾磨豆機是20 那如果是小腹4大概是在3.5到4 如果是 小飛馬大概是4 4也是3.5到4左右 OK好 OK 然後呢 建議大家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小朋友 就是先幫我把水給我 好的 對 就是如果你很擔心 就是像我這種比較龜毛的 的沖煮法 先幫我倒一點水 你可以先倒個三分之一壺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壺 OK 好可以了 好三分之一壺 我底下投一點點 三分之一壺呢 讓你的法式綠亞壺呢 先保溫 嗯 然後先 繞一繞 然後它的溫度呢 待會它就比較不會吸了 你的溫度可以保持的狀況 會更好 OK 這個都是一點小技巧 OK 你摸起來 哇 現在玻璃很燙啦 其實玻璃很會吸了 所以一下子 熱度就很正常了 OK 好 好 OK 好 好了以後把它倒掉 然後我用的水溫呢 會95度左右 95度甚至於更高 因為我希望讓整體萃取的時間更高 好 溫度保持的更高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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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 OK OK 好 然後這樣看得清楚嗎 各位 我人家才看不清楚 對 好 然後我們先做一個 這個類似骰用攪拌法的 OK 好 OK 給我熱水 謝謝 好 剛開始呢 我們要沖1比15的粉水筆 1比15的粉水筆 所以呢 我們可以 剛開始呢 給水都慢慢給 我特別強調 我的 手法上面的給水都慢慢給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OK 就 慢慢讓咖啡粉吃水 Champ 不要太快 當然也沒有那麼緊張 就是你這樣子做法 你的口感的細膩度會好一點點 好,你不用太緊張 你就正常的給 好,讓你的開水粉都有吃到 吃到水就可以了 好,然後給300cc 好,300cc OK,好,300cc了 然後拿你的湯匙 或是攪拌棒都可以 然後開始計時 好,然後開始攪拌 把它充分的攪拌 尤其是剛開始 你一定要充分的攪拌 大概攪20下左右 好,攪20下 讓它完全徹底的 吃到了水 好,攪20下 好,湯匙收起來 然後等待 然後我們用前場兩分鐘嘛 對不對 你給水 剛剛我們那個緩慢給水 大概30秒 然後攪拌大概是15秒 所以就45秒了 所以我們在等的時間 大概1分15秒 1分15秒 整體從剛開始一直到結束 是2分鐘 從給水到結束2分鐘 嗯 這樣記住嗎 給水到結束2分鐘 所以你一開始下水的時候 就開始計時 然後到2分鐘的時候就結束了 然後大概呢 你全長2分鐘嘛 對不對 然後1分多的時候呢 攪第二次 這樣1分15秒也可以 1分10秒也無所謂 然後1分多的時候呢 攪第二次 稍微把裡面翻攪一下 攪深一點沒關係 再把風味再萃取得更出來一點點 OK 第三次你就不要攪了 第三次你就不要攪了 你就可以準備 第三次就可以準備壓它了 到1分 全長2分鐘的時候就可以 就可以準備壓了 那可以看齁 它可以看 因為我們前面攪拌的速度很 很用力 所以到了1分多鐘的時候 我幾乎大部分的粉渣 都已經沉澱到最底下了 所以其實基本上 它這種做法的萃取率會比較快 萃取的時間會比較快 所以如果你超過時間再往後面拖的話 你就很容易有過吹的問題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粉渣都已經下來了 所以這時候你在撈的時候也很輕鬆 OK 就輕輕推就可以了 好我們一樣 這個動作是一樣的齁 好我們一樣輕輕的 輕輕的壓 不要讓粉有太多的反角 其實基本上這種手法 已經沒有什麼粉了 它的粉基本上都已經沉澱了 OK 好 然後壓到筷底的時候呢 就完成 好不要再壓了 OK 好 給我一下 好然後輕輕的倒 任何動作都是非常輕柔的完成 對啊 其實本來就是 多一點點輕柔 多一點點細膩的話 就會好喝很多 嗯 所以 一樣的事情 你沒有必要那麼粗獷 對不對 反正對你來都是兩分 都是兩分鐘 嗯 對 多一點點細膩 通常東西都好吃一點 學長的經典語錄 多一點點細膩 對 咖啡就會好喝一點 咖啡就會好喝一點 OK好 最後一點點喔 看到一點點粉渣了 我們不要做了 把它收起來 好 這樣就完成了喔 很簡單 好我們來喝喝看 好喝喝看 好 好 這是有點像是 仿 塞翁的做法 來 不同一支嗎 不同一支 另外一支 好放兩點 炒現在超燙的 因為我的給水溫度都比較高 OK 好這是第一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完以後 也是很濃郁 因為它攪了 它從頭到尾攪三次 所以它的風味也是相當濃郁的 OK好 那我們再來做第二種做法 用你的BODEN 好 用這個 用這個 用BODEN來做 第二種做法呢 是 也先幫我溫苦 好 我都喜歡先問一下 然後溫苦的時候 我這邊來 BODEN的把手是塑膠材質 然後那個 它裡有的是 玻璃材質 嗯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溫一下 先溫一下 增加它的 大概會保溫的效果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來 秤豆汁 這支豆子 好 我們就用同一支豆子 你要秤多少 沒關係 幫我磨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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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20 謝謝 20 對 剛好最後了 剛剛好 我豆子快用完了 OK 好 現在這個手法是 跟手沖比較接近的手法 跟手沖比較接近的手法 OK 好 然後 先準備好你的這個 先溫一下 好 OK好 小磨豆擠好了 我們把水倒掉 好 熱水好了嗎 好的 好 然後呢 我們把咖啡粉放進去 然後我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上面的 上面的畫面 你要不要調一下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 頭彎低一點點 這樣看得到 看不太到齁 妳這樣看得到嗎 妳 妳要看上面嗎 上面 應該看不太到 OK好 沒關係 好 算了 好 沒關係 我盡量給大家看一下 好 好 待會再給大家看一下 OK 好呢 像手沖的這種手法呢 你就是 好 在給的時候呢 這樣子看不太到對不對 好 沒關係 我們看粉面吧 這樣看得清楚齁 然後你就觀察你的粉面 然後 先計時 一樣齁 計時按下去以後 然後呢 我們邊給水 好這樣齁 邊給水 邊觀察粉面的吃水狀況 然後像沖手沖一樣 然後緩緩的 讓你的粉塵吃水 OK 這樣清楚嗎 會不會太近了 好 然後慢慢的吃齁 哪裡粉塵比較乾 你就吃 會有點像燜蒸一樣 會有很多粉塵的膨脹效果 很漂亮 蠻療癒的齁 然後很多油脂會被你萃取出來 這樣看得出來嗎 OK好 然後慢慢的繞 慢慢的繞 好 繞到差不多 這個位置 OK好 放下來 OK好 這樣子 大家了解嗎 就這樣繞 OK 然後一樣是沖300CC OK 然後水好了以後呢 OK 然後 我們等到三分鐘的時候 就不要再動它了 然後拿我們的這個 茶壺套 茶壺套的套子 讓它保溫 做出保溫的效果 效果會差很多的 今天最大的驚喜 應該就是這個 茶壺保溫套 茶壺套齁 想不到渲氧中的東西 對啊 你讓它放著 然後呢 兩分鐘的時候呢 你就把它壓起來 就可以了 就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 比較麻煩 就是剛開始那個 繞圈圈的動作 真的繞圈圈做的動作 做的好的話呢 你的整體的風味 真的會 層次感會蠻好的 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保溫 讓它保溫 那它的效果就會比較好 嗯 所以其實蠻簡單的齁 這個方法很簡單 跟手沖會有點接近 層次感啊 香氣的集中度都會比較好 嗯 就是會比一般的 簡單隨便亂做的 包含鴨呢 喝起來會比較有意思 嗯 所以這個茶壺套 我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茶壺套 因為我個人泡茶 胖胖滿實用的啊 泡茶我非常的 因為那個 尤其冬天齁 我一定要用茶壺套 因為 泡紅茶很講究 就是那個溫度要夠高 對 然後讓它在那個大茶壺裡面 一定要用大茶壺 胖胖的那種大茶壺 嗯 才沖起來就很好喝 所以 我就很喜歡用茶壺套 這我用了好久了 用了六七年了 嗯 那在英國那個吃下午茶的時候 一定要有這個 一定要有 後來他們就是每家 因為他們太愛泡茶了 嗯 然後他們也非常講究那個溫度 有散意 所以一定要加這個茶 茶壺套 OK所以如果 你沒有茶壺套 可以用那個 用那個 比較厚一點的布 蓋著 其實也差蠻多的齁 就是可以對你的溫度都有保住 OK好差不多了齁 好了以後呢 你也不用那個 然後我順便再跟大家講齁 這個手法本身呢 如果你有杯 或有湯匙的話 上面是不是有很多粉渣 我建議大家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把它撈掉 就是你還沒有在壓之前呢 你稍微用個湯匙 你隨便湯匙都可以 大概撈掉齁 就是這樣 像杯測一樣 把它撈掉 然後撈掉 看到很多粉對不對 把它撈掉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撈得很乾淨 你撈掉以後呢 然後再壓 你的效果會 好喝很多 就乾淨 然後呢 喝起來也比較不會有骨色味 所以這個手法本身 最好是搭配 稍微撈一下 就是你隨便拿個湯匙 把上面的粉 稍微把它 撈掉就可以了 你會發覺說 哇我的髮壓其實也可以很乾淨 OK 就這樣完成了 好 然後 一樣把它倒出來 輕柔的倒 可以看得出來其實很乾淨 對啊 目測看起來 那個 粉渣 沒有什麼粉渣 所以就 一點小技巧 就可以讓你的髮壓骨 可以做得比別人更好喝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節目到尾聲 到底比較喜歡哪一個呢 還是可以馬上留言 OK 基本上沒有什麼粉渣 因為我剛剛有稍微撈一下 其實到最後 都沒什麼粉渣 所以 多一個小動作就可以讓你差很多 OK 那個湯匙誰家裡沒有 對啊 就把它那個 稍微撈一下 撈一下 這個動作有沒有就差非常多了 OK 好我們來喝一下 不同的手法 來喝喝看 好 那今天的三種手法 大家都學會了嗎 很簡單的 配個甜點 然後 配一下咖啡 真的非常過癮 很像大口清澈 這個時間點真的很醉餓 這不是你買的嗎 不是我買的 那不是你買的嗎 看起來很醉餓 真的喔 各位 深夜咖 宵夜文 好 但是 不然大家幹嘛學咖啡 不就是為了 喝好東西吃好東西嗎 那個家保溫套 對保溫效果 好像有 很顯著影響 是不是很 入口很燙對不對 入口溫度是 入口溫度很高 你只要有這個保溫套 尤其是如果你用 三到四分鐘的那種 充足方式的話 嗯 你用個保溫套 真的效果差 超級多的 對 所以只要這樣子 就會差很多了喔 其實這對 就在辦公室對你來說 也不是很難嘛 對不對 在辦公室你就把 你的 毛衣 會不會忘記 就直接掐痘 哈哈哈哈 就蓋了毛衣 然後就忘記 四分鐘 太緊張了 推倒 就是你就把 拿一塊布 拿個什麼東西 反正有一點點保溫效果 不要讓它散得這麼快的方法 就可以讓你的 東西變好喝 嗯 反正 它煮咖啡應該都有一些 基本觀念嘛 反正就溫度 對不對 然後浸泡的時間 研磨度 然後適度的手法 手法就包括 塞翁的攪拌 然後手沖的 就是慢慢的 但是讓咖啡粉吃水的 這種 這種 方式 都算是手法 就這幾種方法 你只要能夠掌握得好 保溫套有賣嗎 你去網路上 毛帽 這個毛帽就對了 完全正確 好聰明喔 好聰明喔 毛帽也非常的棒 毛帽 毛帽差不多到 有很多人用毛線做成的保溫套 也非常可愛 對 保溫套也好 那保溫套跟大家講 就網路上 你就打茶壺保溫套 非常多種 各式各樣的尺寸 學長是賣咖啡 不可能買保溫套給大家 雖然我愛錢 但是也不會這樣 沒辦法 在那個 賣那個 在那個 所以保溫套真的非常好用 然後可以看裡面 然後好一點的保溫套裡面 看裡面的材質 你這樣看起來就像賣保溫套 我真的沒有賣保溫套 我只跟大家介紹這東西很棒 它裡面就是這種 這種材質 然後它摸起來有點 它有點隔絕樂園 對 很好用耶 真的超好用的 一個小道具 就救了你的Fy 那個毛帽也不錯 真的毛帽很好用 毛帽就便宜 你很好賣 OK 各位都留言了嗎 不知道今天留言多少 要稍微瞄一眼 我們今天留言的規則就是 看到時候我們會統計 留言Boden的多還是Harrion的多 然後 就送哪一個 那如果留言超過500個的話 我們兩個都會把它抽獎送出去 這樣子 瞄一眼 好 好 好 各位趕快那個 毛帽用完再帶上去溫溫的 廢話 更溫更熱 好恐怖 可以笑死 今天把發壓再拿出來講 是已經很久 比較比較少 比較少 彈到的一個充泡的器具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留言区 很好 看不到 看不到嗎 沒關係算了 我們明天再公布給大家 如果反正我們就 有超過500 我們就兩個都抽 那如果是那個烤箱手套 烤箱手套放不進去啦 不夠大 不夠大 但是其實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道理 如果我們Boden的贏的話 就送Boden 如果是哈利歐贏的話 我們就送哈利歐 如果超過500的話 我們就都爽 我們還是有業績目標的 所以大家還是要支持一下 OK 那如果各位 有喜歡Boden的 發壓的話 Yosa你再 換你講 就有喜歡Boden發壓的話 可以趁它這個優惠的期間 然後可以 點選下面的連結 那這次推出的是 新色 那它是深秋的顏色這樣子 嗯 就是這一款 如果你可能家裡剛好需要 或是辦公室 有需要的話 都可以使用發壓 因為它是非常便利 然後又簡單可以沖出 一杯有水準的咖啡 因為廠商有送我們 我們就要講 對 廠商贊助 還有謝謝那個廠商的提供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 常常看我們的直播的話 說明你有更多廠商會贊助 我們就很多東西送給大家 那我們就可以順便介紹器材啊 然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充足的手法啊 我覺得都 剛好兩邊都兼顧蠻好的 而且大家放心 我們都會挑好東西啦 嗯 我們不會挑一些阿里布達爛貨 介紹給大家 我們也介紹不出去啦 對啊 說實在的 我們也介紹不出去 所以你放心 那Boden就是 發壓裡面很有名的品牌 對啊 非常具代表性的牌子 這個品牌 OK 中文又好喝 中文又好喝 中文好巧克力喔 哪一個 你說剛剛那個嗎 中文你先喝喝看 超巧克力的 真的巧克力的味道 整個炸出來 超級巧克力的味道 巧克力配甜點 非常棒耶 對啊 真的是一入口就是巧克力的味道 所以其實發壓也是 很多原始風味 真的是跑不掉 然後隨著溫度的變化 它就會差滿多的 手搖摩豆機 他真的很愛手搖耶 手搖來 手搖摩豆機 你需要送嗎 我上次才剛抽一個啊 對不對 OK 以買覺得介紹很棒 你有 謝謝 主持人好帥 不要這麼 不要這麼狗腿 好不好 你成員對不對 我不知道 好狗腿 好馬上來抽磨 手搖摩豆機 就喜歡聽這種 對不對 好狗腿 看是不是有人這麼說 真的是 OK 好啦 那我們就 差不多了吧 各位有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我們就準備 時間差不多囉 王獅子現在才來 是怎樣 王獅子可能現在才下班吧 現在才下班 好可憐喔 對不對 好啦沒關係 下次找你來 教大家怎麼做Photoshop 是不是跟大家閒聊一下好了 這個禮拜天 跟王獅子有一場活動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個禮拜天 有一場很好玩的活動 這禮拜天 你想啊你講 他就是一個外 因為前一陣子 外帶一杯 老闆外帶一杯夢想咖啡活動才落幕嘛 那他們有順著這個活動辦了一連串的講述 分享會 那每個主題都不一樣 那這個禮拜天是一個自媒體的分享會 對 11月11號這個禮拜天好像下午 下午 下午三點多吧 下午三點到四點半吧 三點到四點半 那會有學長王獅子還有我 然後還有阿滴 阿滴 還有Walker 阿滴也是一個非常棒的 A滴咖啡 咖啡頻道 影音頻道這樣子 那我們會一起在某咖啡辦一場分享會 那跟大家聊一聊自媒體 或是這個分享的時代 你應該怎麼經營你的頻道等等 對 所以應該蠻有趣的 如果還沒報名的 有興趣可以去報名一下 然後可以 反正有這麼多人 反正我們這幾個 大家在FB上面應該都是看 我們可以佔一些版面 我們常常說 這跟大家分享一些東西 可以看到一些 像ELSA就是咖啡館為主 那我就是器材 還有充足技術的一些分享 那王獅子也是咖啡館 還有美食 還有拍照攝影 對 我們都圖文為主 然後阿滴是影音 影音為主 Youtuber 然後還有那個 誰啊 Walker Walker也是影音為主 Walker也是影音為主 所以其實還蠻好玩的啦 就是各個 各個方式跟大家做分享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 不知道額滿了沒 30個人上星 現在應該20多個人 可能還有機會吧 如果有興趣的話 這個 這個禮拜天 可以去那個 老闆外帶一杯夢想的頁面 去看什麼報名 或是看有沒有額滿 額滿就 我也救不了大家 OK 那我們留言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OK 好 那最近還有 除了這個活動之外 還有老頑童 對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每一場都很精彩 上一場 好像吃得超好的 在那個米凱勒 大道成的米凱勒 對齁 然後小高哥非常新生的演出 他演什麼 他演 老背哨啊 他演老背哨嗎 他演老背哨 農莊 農莊厭抹欸 我覺得太精彩了 我一直看到那個 我就想 想直接滑掉 所以我就沒有 沒有注意到他 小高哥 老背哨 高哥本 對對對我知道啦 那個佑航哥 是用半殼金 對對對 我知道我想起來 殺是老背哨沒錯 嗯 就是那個 米凱勒的老闆 是那個佑航哥 他是 半殼金 你看這群老男人真的是 對啊 坐在一起就很好玩啦 沒有什麼形象 哈哈 OK齁 好各位繼續留言齁 我就是想 希望大家趕快在留言的時候 超無保 我就可以把東西送出去 實在想 東西到我手上 我不送出去 我實在是身體有點 不舒服 嗯 OK齁 好啦差不多了齁 現在幾點了 看一下你的手錶 10點半吧 10點半 我們今天講一個半小時了 OK 好啦各位 那我們差不多了齁 如果有興趣可以參考一下幾個活動 一個是 呃 君主購的 外在被夢想 一個是老頑童 然後還有如果你喜歡買 你喜歡今天聽了 覺得有點意思的話 可以 可以買BODEN 對啊 如果你什麼都沒意思的話 可以來學長的商城 哈哈哈哈 最近在雙死眼都都 最近在那個單身 光棍節啊 光棍節 很多都有大特價 瘋狂嚇傻 大家支持一下學長 讓學長可以過個好年 呵呵呵呵 呵呵呵 OK囉 好啦各位 下個禮拜也會有精彩的內容企劃 每個禮拜 我們現在每個禮拜都要厲害的東西 呵呵 所以下禮拜會抽超大的東西嗎 對每一集都越來越精彩 我不知道 下禮拜應該會抽很大齁 大家注意一下齁 趕快敲完齁 呵呵呵 下禮拜抽超貴的 OK好啦就這樣囉各位 謝謝大家了齁 好 好結束啦 拜拜 晚安 拜拜